女生2万元学费被人偷走 公交司机带领乘客掉头缉拿小偷 这是一件让人称赞的事 女生正独自乘坐公交前往火车站 就在下一站准备到达的时候 却发现包里装有2万现金的钱包不见了 里面不仅有她的身份证和学生证 还有她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女孩的情绪是瞬间崩溃 可现在又陷入了两难 一是快到火车站 她赶不上火车 钱也找不到 二是去公交司机调取监控 火车不仅赶不上 钱也不一定能找得回来 旁边一位好心的大姐一边安慰着女孩 一边帮女孩照看行李 车上其他乘客也在为女孩的遭遇感到同情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 公交司机王波却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 她转过头和车上乘客简单沟通一番 随即掉头回去准备寻找钱包 难道她已经发现了小偷是谁了吗 原来她回想起来 就在刚刚有一位乘客的行为非常可疑 她在上公交的时候就试图逃票 而且刚刚就坐在女孩的旁边 她下车几分钟之后 女孩就被提醒拉链被打开 大家一番分心之后 确定小偷十有八九就是她 公交司机王波对她的印象不仅深刻 而且清楚知道她在哪一站下了车 可此时车上很多人都还要去赶火车 好在王波的做法得到了所有乘客的理解 于是她当即决定转头回去帮女孩寻找钱包 值得庆幸的是车子开了几分钟之后 大家就发现了那名男子的身影 司机停驾之后 一车乘客义愤填膺地跑下车准备去抓小偷 看到朝自己走过来的一群人 男子慌乱地往小树林逃跑 只不过跑了二十米之后就被众人当场抓获 一番搜寻之后 众人顺利地找到了女孩丢失的所有钱 随后大家又返回车上赶往自己的目的地 众人的做法让我们看到了 人间有情 世间有爱 他们点亮了女孩黑暗当中的那盏明灯 司机王波的做法更是让人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她是当之无愧的平民英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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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